白眉道长或许想不到 400年后竟有一群法国人成了他的真传弟子 2022年2月8日 硬核动作游戏师傅正式上线 虽说依靠着拳拳到肉的流畅打击 和极具挑战的敌人 让他成为了最好的现代动作游戏之一 IG和Gamesport也打出了9分的高分 但一款由法国团队制作的中国功夫游戏 它正宗吗 真实体验过游戏的我 可以很负责的告诉你 那必须正宗 师傅的创意总监Jordan除了会做游戏 还是邦雅曼居洛斯的弟子 而这位居洛斯就是佛山白眉拳巴黎峰会会长 14岁就开始习武 甚至为了成为一名真正的武术传承人 他移居广东佛山 每天都会去拜会白眉拳宗师刘伟新 连续三年不管风雨从不间断 最终才如愿以偿入门习武 成为一代大师 要不是主角是个法国人 这妥妥就是传统的武侠小说剧情 这味儿简直太粗了 不过大师呀 我这大腕第一个boss就70岁了 还有称霸武林的可能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